我们注意到美军在北极的这些演习中 洛杉矶级和海狼级核潜艇屡屡出境 这两种潜艇对上俄罗斯有优势吗 方老师 好的 这两型潜艇应该说代表了美国海军 现在它的水下力量就是核潜艇这样一个装备 它也没有那个常规潜艇了嘛 全部是核潜艇化了 那么代表了它水下力量的应该说两个标志 最高达上的海狼级和最普通最大中化的 或者说现在可以讲是美国海军核潜艇中 最老旧的型号洛杉矶级各去一条 这个意思就非常有意思了 上线我去一条下线我去一条 那么洛杉矶级核潜艇应该说是美国海军 现在作战兵力中我们讲应该说最老旧地形 那我也要让它去试一试 看看行这个在北极地区使用起来 到底有没有问题能不能用 这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海军来讲 肯定是要这么考虑的 再一个包括它那个维壳上的水平座 潜移到了挺身的前方 那么这样能够适应北极地区上服装兵的 这样一个需求 你看它还是有这个考虑的 海狼级应该说当之无愧的 就是美国海军现在能够拿得出手的 或者说在北极地区能够拿出来 向俄罗斯示威的一个最好的装备 因为大家知道海狼级 虽然现在没有大批量装备 我们知道它一共只到了三条 那么但是它你别忘了 那是冷战的后期准备跟俄罗斯全球争霸大洋 决定水下战场 那么决胜负的 应该说是杀手锏的装备 所以当时海狼级核间顶在打造的时候 根本不惜重金啊 不惜代价 我就要作战性能的极致 排水量 攻击性核间顶的排水量 接近一万吨 水下航速应该说也是前所未有之高 静音性能前所未有的好 大家想想看 这一系列的数字 那就是在水下 我绝对要压你头 绝对掌控水下一浅反浅的 这样一个作战优势 所以我把最好的也拿过来 那拿到北极的水下来 我实际试一试 它在这儿啊 在作战实际的使用中 到底情况怎么样 同时也是量给俄罗斯看一看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型号各出一条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上线一个下线 一个高大上一个老破小 我都拿过来 试罗子试马 咱们拉到北极的冰层下面来试一试 我觉得这种异味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